症菌株最重要 面对换季引起的肝氧红肿 能调整体质的太阳芯全校克菲尔益生菌 就是一个稳定健康基础的好选择 经三角全校配方 让肠道增加好菌 美国国立卫生研究院收入多篇学术报告 也证实了克菲尔的重要性 每天一包就是健康维持的好选择 如果你也想尝试 请上快点购健康下单 输入推荐对码 还可以享有额外优惠哦 每日克菲尔 让您的生活更健康美好 观众朋友们大家好 欢迎收看CTI Talk中天网络论坛 我是卢秀芳 距离台湾总统大选越来越近了 全球的国际专家都认证 这次选举可以说是台湾 最接近的战争的一次 那么当然要扭转这个局面 事实上权力在你我的手上 台湾人民的力量是巨大的 重点是我们要有清楚的认识 跟正确的判断 那如何进行呢 今天在现场我们进行大师对话 我们要进行的是知识打底的工作 我首先为大家介绍 今天现场的四位大师 大家都是这个两岸 还有国际事务的专家 周西伟 周县长你好 秀芳好 大家好 大家所熟悉的蔡正元博士 蔡老师 蔡委员好 秀芳好 大家好 还有孙文学校的总校长张亚中 张校长好 欢迎你 秀芳好 大家好 还有我们蜡文报非常熟悉的 这个院局正月老师好 秀芳好 各位观众朋友大家好 一开始我就说了 今天节目当中呢 我们试着从根本 打底的工作开始进行 我们的题目呢 要来谈的是这个总统的格局 特别是两岸的永久和平 这是下一任领导人 没有办法回避的 那当然谈这个问题前 我要先让这个县长 我们一起来反向思考一下 最近大家一直在讲和平 在讲和平 我在想我们以前 好像十几年前没有嘛 对不对 那时候不太需要讲和平 那为什么现在要讲和平 要讲永久和平 你先给大家说一下 现在台湾处在一个 什么样的情况 先讲过去 那个时候国民党 跟大陆在沟通的时候 大家一起要走向和平 现在是民进党说 我不要和平 我要台独 所以迎向来的就是战争 加上现在国际上 有许多的国家 推波助澜 希望就是推推推 我先要讲的就是说 你看看今天的以巴战争 巴勒斯坦的处境 你看看乌克兰的战争的处境 其实现在北欧跟美国 都开始要撤退了 这些国家在过去 争取的是什么 争取的是战争 所以我希望台湾 不要走向这条路 永久的和平 才是两岸之间 未来最重要的方向 为什么我们要讲永久和平 因为国民党执政的时候 走向和平 民进党执政的时候 走向战争 所以两岸之间的关系 就会被混淆了 所以一定要建立一个 互相都能够同意的一个机制 跟互信 跟共识 才能够真正走向永久的和平 不会因为台湾的选举变来变去 就会一会儿和平 一会儿战争 两岸主义不稳定的状态 我让委员来补充一下 很多人觉得好像和平 是天经地义的 我们从小到大 在一个和平的环境当中 国际间都说台湾 这个地表最危险的地方 我们好像也没什么感觉 对不对 这个大家唱歌 跳舞 购物 都是照常的 你来看 台湾真的危险吗 永久的和平 这个利润 答不答得到呢 刚刚过世的 基辛吉博士 在他的现代主义的 国际政治理论里面 他的想法是这样子的 他说和平不是目标 和平不是必然的 和平是一个政治稳定架构的副产品 如果你在一个政治稳定架构 没有确立起来的话 就自然会产生战争的疑虑 和平就不存在 至于什么叫做稳定的一个政治架构 他说必须要有一个balance of power 就是力量的平衡 纵观这套理论来看得很清楚 就是说过去两岸为什么能够维持一个 不稳定的和平 理由很简单 就是中美之间的实力 台湾跟对岸之间的实力 是处于优势的 美国处于优势 台湾处于优势了 现在整个情势已经翻转过来了 就是不管是在军事经济政治 大陆的崛起 表示着说 中国跟美国之间的平衡 已经不再平衡了 同样的在台湾内部 过去台湾大部分人都认为 自己是台湾人也是中国人 现在有七成以上的人 认为自己是台湾人不是中国人 这两个因素造成了现状不稳定 是很重要的因素 在从这个认同上延伸出来 民进党的主张 就是公开的提倡台独党纲 两岸之间的关系就形成一个 法律现状跟政治现状不一致 法律现状很确定的 虽然台湾人不承认 就是台湾是中国领土的一部分 政治现状台湾有两种主张 一种是台湾共和国式的独立 一个是中华民国式的独立 这两个都不符合法律的现状 所以两岸之间 一定会起矛盾跟冲突 这也就是为什么 就是这两天 由美国著名的 非常亲民进党的学者 叫做葛莱宜 另外一个叫白杰西 以及柯庆生 三个人联合在 外交事务期刊里面讲说 如果赖清德当选总统 应该要冻结台独党纲 这个概念就是说 你必须要建立一个可信的保证 以及一个可信的威胁 这两个如果不平衡的话 戴清德当选总统 两岸往战争方向倾斜 是一个很难挽回的局面 所以至于说 民进党要不要这么做 因为这个是民进党取得票源 从台湾人不是中国人 到建立台湾共和国 到民进党的台独党纲 它是一个政治演化的过程 你现在美国如果能够 要求赖清德在当选 那么最重要的 他要冻结台独党纲 我觉得原木求鱼 他不太可能接受的 所以唯一台湾人要自救的话 就是不能让赖清德当选 因为赖清德的主张 跟他的过去的经历 让连非常亲民进党的葛拉宇 都不放心 而且我们了解到葛拉宇的身份 就是Kirk Campbell的什么 智郎 这个很明显的是Kirk Campbell 这位所谓的未来的美国副国务卿 就是透过葛拉宇这些人 在向民进党释放讯息 我相信说赖清德 也许英文不太好 但是他的副手 萧美琴英文应该很好 他最好打个电话 问问Kirk Campbell 是不是他的意思 如果是他的意思 他最好照做 当然最保险的方式 最可信的保证 就是不能让赖清德 担任下一阶的总统 好 对这篇文章非常重要 我稍后要好好地来细谈一下 但是当然我们讲到台湾的现状 其实我觉得有三种 第一个是民众自己感觉的现状 你的直观上的一个现状 你觉得两岸关系好不好 现在台湾是和平还是危险 另外一个是政治上的一个现状 两岸现在是对立的 还有一个就是法理上的一个现状 当然年轻人还有中间选民的意见很重要 接下来两位老师 不管是亚中校长 这个院老师都跟年轻人 常常在一起帮他们上课 但是我们有一段影片 辫子妹的街坊很受欢迎 先来听听看 年轻人对于两岸现状 他们的看法 你觉得你是中国人吗 不是 不是啊 台湾人 我们是不同的国家 对 所以我们是台湾人 不是中国人 我也觉得会是台湾人 就是我们跟中国不一样 你觉得你是中国人吗 不是 因为 中华民国是一个独立个体吗 虽然我们可能在外面主权不被承认 但是我们自己还是要认为自己是台湾人 我觉得我是中国人 然后也是台湾人 那我觉得 但我不是共产党的人 我觉得我们都是华人协同 我觉得我是中华民国的人 可是不是中国共产党的人 对 然后中国有分 就是中华民国跟中华人民共和国 就是我觉得要分开来 看你怎么定义这个中国人 如果是以文化上的中国人来说 当然是 我觉得中国这个词有点不太精准 因为他们其实是叫中华人民共和国 然后 如果真的要讲我是中国人的话 我觉得可能 一半一半耶 因为我其实我爷爷是从 中国那边翻译过来的 可是我自己的意识 就是包括我出生地都是在台湾 所以我觉得算是一半一半 难关系目前好吗 问题出在哪里 我觉得应该也是不太好 觉得就是可能执政党的关系 然后可能我们就跟中国 变得比较没有那么友好 就是在对比可能国民党时候的 我们国家这样子 因为对 就是还是很常就是会听到说 攻击又老台什么的 我觉得最近变得比较紧张一点吧 就是可能是因为 现在就是大家比较敢讲出自己的想法 像是想要独立之类的 所以就会让两岸关系变得比较紧张一点 我印象深刻比较就是马英九那个时候 其实还蛮和平的吧 对现在有点吵架的关系 民进党目前执政的方面 可能跟中共那边会稍微比较对立面 比较严重 因为就是出在就是没有一个共识 就没有一个共识 然后就是现在有点剑拔弩张的状态 你觉得两岸之间会发生战争吗 我觉得有机会 可能会打战 因为他们很想要把台湾收回来 他们也不要打过来 我们也不要刺激他们 这样就是最好的 要是民进党在执政的话 有可能会 有可能会刺激到对岸 如果某政党继续执政下去 会吧 你的某政党指的是民进党吗 就是如果政府持续用这种态度去面对大陆的话 不管台湾的总统是谁 我觉得会不会打架应该都是看美国的意见吧 美国的意见应该比台湾谁执政更重要吧 两岸发生战争吗 我觉得以现阶段来讲我觉得不太可能 因为中国没有理由 现在没有理由去攻打台湾 对他蛮多人都希望是可以同意这样 但他没有说一定要无同或是合同 我觉得两岸的问题是无解 就是无解啊 你谈恋爱 我在迪卡丝上看过 台湾人嫁给中国人就是 他们就 台湾人就变中国了 就是这样 我觉得根本就是 现在就是闭口不谈就是最好的方式 最根本的问题就是把共产党搞掉啊 然后就结束了 我们就和平啊 我觉得两岸之间如果要和平的话 我觉得应该是要通过交流 然后我举例可能是经济上的贸易 或是 或是什么办什么双语 类似双城活动啊之类的 对对对 那不用说不用说什么 因为他是中国大陆的 然后就是全部把它封锁掉 我觉得这个是比较不OK的 刚好亚中老师在现场 所以我就先让亚中老师给大家简单的上一堂课 为什么台湾人也是中国人 当然我觉得第一个这个中国这个概念 他绝对不是中华人民共和国 他严格来讲 他是整个我们有五千年的悠久文化 也就是我们在什么人的时候 我是哪边的人 比如说我当然是台湾人 但台湾人他是一个地理的一个名词 可是我的国籍是什么 我的国籍当然是中华民国 那现在是因为两岸是处于分支的情况下 我们都是中国的一部分 在1912年的时候中华民国成立了 那个时候的中国就是中华民国 可是到了1949年以后 其实中国人中国这个土地上 有两个不同的政权 一个叫做中华民国政府 一个叫做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 我们是中国人 但是我们是中华民国政府 所管辖下的中国人 当然我们也是台湾人 大陆的中国人是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 所管辖的中国人 他是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国民 他也是中国人 所以从这个角度来思考来讲 我们彼此之间不是排斥的 就像一个上海人 他也是中国人 他也是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国民 我是一个来自台北的 我是一个台北人 我也是一个台湾人 我当然也是中华民国的国民 但是我也是中国人 比如说孔子孟子也是我的一家人 对不对 孙中山也是我们的国民 所以我觉得面对这个中国人 跟台湾人的时候 不是一个相互排斥的概念 他是相互可以共存的概念 所以我们的看法就是说简单来讲 中国人他牵涉到是 如果我们从法律上来讲 他是一个主权的概念 比如我是中国人 我用一个例子举例好了 比如大家常问 请问一下中华民国最高的山 是什么山 这个问题很挑战大家 那如果你答玉山 那你就说对不起你违宪了 那我们喜马拉雅山呢 如果你说喜马拉雅山 人家就嘲讽你 还有喜马拉雅山呢 可是如果说我今天有个非常严肃的回答 就是说 玉山是我们中华民国政府 所管辖的最高山 喜马拉雅山 是中华民国主权 宣誓范围内的最高山 这就非常清楚 就非常清楚 就好比说 我是一个中华民国政府 现在所治理下的一个国民 但是对不起 我也是姚舜以汤文武周公 我有三千年五千年悠久的历史文化 我们是继原民清中华民国 我们当然是中国人 我们不要把中国人这个东西 让给了中华人民共和国 就是说我们是中国人 并不表示我是中华人民共和国 所管辖的人 所以我们要把这个主权跟治权要分开 我们两岸到目前为止 还是处在分治的情况下 我们的主权的宣誓范围 我们是重叠的 但是我们彼此的治权是分立的 就像我们人的身体 我们两个腿或许是分开的 但是我们两个腿 跟我们的身体是一致的 所以这两个腿觉得不能打架 这两个腿应该好好地合作 共同地往前走 才可以为两岸创造更好的福祉 更利益 所以我的看法是说 这些问题我自己在台大教书 我还台大教两岸关系 教国际关系 我的学生里面有蓝绿 甚至当时还有大陆来的红 我真的坦率跟大家讲 没有一个人在讲完以后 他们会在质疑的 因为他们觉得有道理 至于有道理的东西 他接不接受 那是另外一回事情 因为接受不接受 他接到一个人的主观的判断 一个认识问题 所以我们谈问题的时候 我们不要去谈观感 我们要谈事实 台湾人是不是中国人 这是一个事实上的一个陈述 你认不认为台湾是中国人 这是你个人的看法的问题 看法没有关系 事实才最重要 所以我觉得在这个问题上说 民进党这几年是铺天盖地的 可是我必须要承认 因为我是中国国民党党员 本党在面对这个问题的时候 就是用闪躲 我用再举最后来讲 民进党面对这个中华文化 跟中国人问题上 民进党采取是逃的概念 逃得越远越好 我不是中国人 我要搞台独 可是我们这几年来 我们这几年来 我们国民党采取的 就是个弊的概念 就是不讲清楚 也面对问题反正能闪就闪 能久度多 反正选举要选票极大化 这个也不讲清楚 那两个党加在一起叫做逃避 就是面对台湾 这个中国人问题的时候 这两个党 它是用逃避的态度去面对的 这个问题如果不解决 其实两岸是没有领域的 所以我觉得这些问题 是我希望我们将来 我们中国国民党执政以后 我们在克刚 在历史 在这一方面 在认同方面 一定要投入非常大的精力 这个事情 如果不能够走转回来的话 那国民党在台湾 他几乎被压着打 所以一个逃一个弊 这个难怪我们看到 现在很多人的 这个基本的观念不太清楚 这个亚中老师 只用短短的时间 把这个过程 这个法理上的 政治上的现实 讲得太清楚了 但是也很悲哀的 谈到这个两岸的问题 永远绕不开美国 所以我还是要请县长谈一下 刚刚这个蔡委员讲到的 格莱怡 三位重磅的 对中国事务非常了解 而且跟美国官方 非常密切的 三位学者的联名 一位格莱怡还不够 联名三位 那就是三个人的 共同主张 当然大家其实觉得 这就是美国政府的 一个呼唤 是的 您怎么看待 美国风向的微调 希望冻结台独党纲 然后您怎么看待 民进党的回应呢 就是已经有 台湾前途决一文了 台湾已经独立了 所以没有冻结的问题 然后怎么看待 蔡英文的沉默 跟赖清德的沉默 我先要讲 美国一贯的立场 一贯立场 也就是联合国的立场 就是一个中国 过去是中华人民 民国代表 后来变成中华人民 共和国代表 它永远都是 one China policy 其实这是放诸四海 在国际上 大家都认同的 第二个 美国现在看到 中国的强大 它没有办法对抗 它过去可以用 压制的方法 可以用军事的方法 来压制 那同时用台湾 作为大陆的一个谈判的棋子 但这种状况 现在也消失了 那他现在最希望的就是什么 稳定 稳定就是不要再发生战争 所以他会讲出这样的话 那这些话 有格莱伊他们带头来讲 其实还有更深远的 一个意义在哪里 就是说 他们也其实看到了 民进党执政 在台湾破坏民主的制度 甚至迫害人权 美国人不是没有看到 美国人看到了 但美国人看到之后 他又不能说其他的重话 但基本上就是说 告诉你们民进党 你们已经不适任 不适合在台湾 在做执政党 我觉得这是一个最主要的讯息 因为美国在过去 要支持台湾 他支持的是什么 是民主制度跟人权 真的吗 我都怀疑 美国在在乎台湾的 民主跟人权吗 美国其实很有趣的 这个问题 就是我也讲了 就在前两年 有一批美国的议员来到台湾 那么其中有一个议员 是负责大陆跟美国的关系 他就提出来一个 很好笑的问题 他说我们要支持台湾 去跟大陆如果做对抗的话 你们帮我想一想 用什么样的理由最好 结果讨论到了最后 他就讲 就是human rights跟democracy 所以你刚刚讲的这句话 其实大家心里面的一个质问 美国人在乎台湾的人权吗 美国人在乎台湾的民主吗 我要告诉各位 美国人在全世界 要去侵略其他的国家 要压制其他的国家 用的都是人权跟民主制度 永远打着这两个旗 永远都是这两个旗帜 那美国是最反贪污的 corruption是美国人最反对的 他认为贪污的制度 会造成独裁 会造成民主制度的丧失 所以各位不要认为 美国人看不到 今天民进党的贪腐 这种贪腐是美国人看到的 但美国人你要想说 再容许民进党继续贪腐下去 专制下去我认为美国人 也看不下去 另外一个我觉得最重要的 就是说 整个世界的军事 经济 政治的局 因为俄乌战争 因为尾巴战争 跟中国的崛起 完全做了一个彻底的改变 所以美国人要怎么做 美国人当然还是跟世界一样 他走一个潮流 One China Policy 一个中国的原则 他现在开始维护 因为他觉得唯有跟中国保持一个 真正大家讲的一个 平衡和谐的关系 对美国人才是最有利的 因为他去支援两线战争 已经很辛苦了 他现在三线战争 甚至多方面的战争 但是不要忘记一件事 二次大战以后 全世界发动战争最多的是美国 现在在美国有另外一个呼声 就是说 美国到底在世界上扮演 世界警察和平的角色在哪里 是不是丧失了 所以我觉得大家回头再去看民进党 其实民进党如何去对待 格莱伊他们讲的放弃台独 我觉得民进党做不到 民进党如果放弃台独 他就没有选票了 因为民进党是用台独 来制造两岸的仇恨 来制造人民对国民党的讨厌 所以这些过去 他所支持的台独的做法 我相信他不会放弃 但如果他不会放弃的话 这条路走下去 就是大家是要讲的 在这次选举让民进党败选 台湾老百姓真正要有勇气 要有勇气站出来讲说 我不要战争 我要和平 我不要台独 我希望两岸之间能够永久保持一个 永远和平 共同繁荣的一个情况 这老百姓最需要的 老百姓最想的 所以我觉得这次的选举真的 不只是对台湾的人民来讲很重要 对整个世界的和平的状况来讲 也是非常重要的 如果我们这次选举能够把主张台独 然后导向战争的民进党 让他下台的话 就可以告诉全世界讲 我们才是真正追求和平 追求进步 追求和谐的一个国家 但我再追问一下蔡委员 在葛莱伊他们的那篇文章 是有个诞书 是赖清德当选之后 建议他要冻结台独党纲 你怎么看待 假设我的意思是说 还是国民党执政 然后政党轮替的话 赖清德没有选上的话 这个假设不存在 你怎么看待美国的立场 美国这个时候会发表这篇文章 有一个很重要的含例 他们认为赖清德会当选 如果他们认为赖清德不可能当选 他写这文章就没有意义 为什么他们会去判断 赖清德会当选 而且可能带来两岸的战争 以及台湾的危险 他的理由就是说 他发现台湾的年轻人 不会投给国民党 因为胡友宜跟赵绍康 在年轻人的支持度 我讲的年轻人是20到29岁 几乎不到15% 可是赖清德好不到哪里去 赖清德只有20几个% 比国民党多不了多少 这些选票跑去哪里 就跑去柯文哲身上 有五成以上 然后到了30到39岁 还有四成以上 然后在40岁到49岁 还有三成以上 所以几乎都集中在这里 集中在这里的话 他们看到就是说 国民党可能会输个5%到8%的选票 会确保了赖清德的当选 但是柯文哲现状已经不可能当选 如果在这种所谓的 不到一半的选票 赖清德就可以当选的话 他要发出警告 说你在1月份当选 你在5月20号就职 你还是民进党党主席 你最好乖乖的给我召开 民进党的全代会 修改你的台独党纲 以确保不要因为你当选 造成两岸之间动荡不安 我先讲一下 这篇文章其实我觉得它写的是蛮有技巧的 它是说美国应该要反对 中国武统把它放在前面 还有台湾追求独立的政治动作 这两个他把中国武统放在前面 另外他说赖清德当选之后 要审视2014年的冻结 这个台独党纲 然后让维持现状的承诺 更加有分量跟可信 所以我觉得他写的算是蛮精准 那你觉得到目前为止 民进党的回应 美国满意吗 民进党现在不敢回应 这里面有个逻辑循环的问题 就是习近平当着拜登面前讲 美国应该要支持两岸和平统一 注意到和平统一 拜登有没有拨持他 没有 拜登没有反对他和平统一的见解 然后习近平要求说 你们不可以武装台独 或者武装台湾 你们要倒过来支持两岸和平统一 在这一个架构里面 习近平有提到说 谁说我们2027 2035 有武力攻打台湾的计划 我们倒过来推理就是说 你美国如果不支持我和平统一 你怎么保证我没有这个计划 这是个机身弹 弹生机连结在一起的问题 所以美国介绍他的讯息 他很清楚的知道 要让中国大陆不要维持国领土统一 而且不要用武力统一 用和平统一的方式 对美国是最有利的 所以他唯一能够做的 就是倒过来压制台湾 走向台独的方向 要压制台湾走向台独的方向 就要从民进党下手 从民进党下手 当然从赖清德下手 所以这个讯息在第一个时间 美国不可能说 我要赞成两岸和平统一 这在美国的内政上 还没有成熟到接受的程度 所以但是要求民进党 把台独党纲冻结得到 他们觉得他们可以做得到 所以在这种逐步推进的过程里面 民进党如果要走在跟美国 对抗的路线上面 民进党自己就会撞得头破血流 以过去民进党 美国怎么修理民进党的陈水扁 他以后就会怎么去修理赖清德 所以美国有这份把握 把讯息给丢出来 民进党当然很清楚这个态势 可是他不晓得怎么回应 你说现在他选前 去冻结台独党纲 他一定落选 所以美国给他一个空间 你就在可能当选之后 在1月份跟5月份 中间你做这个动作 可是这是民进党的立场 不应该是台湾人的立场 台湾人立场最好的方式 最保险的方式 就年轻人如果再讨厌 侯友宜或者赵少康 觉得他们太老了 但是你投给他们是买保单 买一个保单 确保说赖清德不当选的话 这个问题就不是问题了 美国不会去关心 你一个在野党主张什么 就像他不会关心激进党 时代力量主张什么 他担心的是你执政党 可是国民党的话 就美国立场来讲 你只要不要太捅的话 我都能接受 现在的这个 侯友宜 朱立伦跟赵少康 说去不客气 他们就是亲美派 所以美国某种程度就是说 你还是会听我的 所以这样的一个政治的态度 如果年轻人觉得说 要给自己买一份保单 虽然这个保险公司你不喜欢 但是它可靠 你再讨厌国民党 在一个年轻人成长的环境里面 真的对国民党不会有什么好印象 你在这种没有什么好印象底下 如果说你只是为了买一个保单 你就试一次吧 给国民党一个机会 也等于给你自己 一个和平安稳的保单 这个委员讲的很重要 当然我们今天讲 这个两岸永久和平 大家注意到 我们期待的是一个永久和平 而不是一个战时性的和平 蛮困难的 在台湾以前这个95年 这个飞弹危机的时候 还有包括最近这一波 听说这个移民公司的生意都非常好 大家都在考虑 把这个孩子送出去 有资产的人 把资产移出去一点 帮自己买个保单 但是委员说 我们为什么不帮台湾买一个保单 我相信这个大家是听得进去的 不管你喜不喜欢 保单是一定要买 我再回到这个亚中老师的身上 亚中老师常跟年轻人在一起 我还是想请你 从年轻的观点来提出一下 因为我们看到 刚刚的这个街坊 跟我们所预期的 应该是符合的 当然也许一些从众效应 这就是台湾普遍孩子们的一些看法 我当然不是中国人 但当然他们如果上了 亚中老师的这堂课 我想这个观念就会改变 那我们讲到这个永久和平 有很多很多的论述 论述很重要 方法也很重要 您觉得呢 当然方法最简单的就是投票 对不对 你不要投赖靖德 他就是买保单的一个直接方式 还有一个就是交流 我相信您的这个交流经验非常丰富 透过这个交流 让两岸的人民常来常往 增进认识 也是 您怎么看待交流这个环节 我们该怎么做 我觉得交流这个东西 它是必要的 但是它是没有办法解决政治难题的 我们大家都在谈 对不起 和平跟战争的选择 我们两岸到底现在有没有和平 两岸如果将来发生战争 这个主导权会在谁的手上 我想这些问题我们都必须要去讨论 以我对两岸关系的了解 可能跟现在很多人的想法是不一样的 两岸其实从1949年以后 国共内战变成了两岸之间的内战 虽然中华民国政府 我们在1991年 废除了动员勘战临时条款 换句话说 我们承认了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 在大陆统治的治权的事实 但是北京并没有承认中华民国政府 在台湾统治的事实 他只是某种程度的默认 所以站在北京的立场来讲 两岸的内战其实还没有结束 即使在马英九的时期 两岸有九二共识 但是九二共识只是解决了事务性的问题 并没有处理政治的难题 也就对于一中的内涵 大家并没有得到一个 共同能够接受的一个共识 而变成了各说各话 那目前两岸如果还是一个敌对状态的话 请问一下 两岸的交流可以去解决政治的敌对吗 他可能在这个过程中 可能并不能够做到的 所以对于民进党来讲 当然希望两岸的敌对 能够持续的延续下去 所以说两岸的交流 在于大陆的 在民进党的解释来讲 你可能就会出卖台湾 退役的将领到大陆去 可能拿到退役的将领还到大陆去 所以只要两岸是一个敌对的情况下 两岸的交流 它能够发生的效果是非常有限的 因为两岸是敌对的 大陆的飞机一定会绕台 它一定会在国际间打压 我们的国际活动空间 整个国民党在马云九时期 就处在这种困境 比如说2008年到2016年 这一段阶段 我们两岸的民间交流 是非常非常的密切 可是在政治上 其实一个太阳化运动 整个就瓦解掉了 所以我的看法就是说 站在中国国民党的立场 我们要告诉老百姓 两岸交流是非常非常必要的 因为两岸交流 是两岸关系的一个压仓石 没有交流 那基本上是完全别谈了 但是我们作为一个执政党 或者作为一个在野党 在野党 我们必须要去解决 两岸敌对的问题 所以国民党对于和平的论述 不能只是主张 你必须要有论述 国民党对于和平 不要只有说法还有方法 因为为什么不讲民进党 民进党就不希望和平 民进党就希望敌对 能够持续下去 你说民进党要不要和平 民进党可以口头上 骗老百姓说 我当然也要和平 就像赖清德以前抗中保台 现在赖清德讲的和平保台 那民进党的方法是什么呢 我们现在讲民进党的方法 民进党的方法说我要亲美 我要备战才能够避战 他要备战 他其实 他说我反共不反中 我不接受九二共识 这是民进党整个一个方法 最核心的精神就是亲美 就是备战 我们国民党要告诉老百姓说 交流当然非常重要 可是国民党的和平的方法在哪边 所以我一直认为说 我们如果说把这场选战 国民党应该把它定调成说 我中国国民党 有办法来结束两岸的敌对 来创造和平 民进党的和平的方法 是骗人的 民进党的和平的方法 他根本就会把台湾走进死胡同 而且完全被美国所掌控 这是一个大的辩证的问题 所以回到你刚刚谈的 交流当然重要 民进党他也很聪明 觉得他要开放一些 适度一些观光 因为台湾如果跟大陆不交流 台湾的经济就会垮掉 所以民进党也不愿意 把ECFA给取消掉 所以新阶段的最大的问题 如果只谈交流 他其实是没有办法 解决两岸的政治难题的 只谈两岸的交流 或许满足了两岸高政治跟低政治 两岸的低政治的问题 就是民间交流 人员往来 两岸高政治的问题 就是谁能够把两岸的关系的敌对 给他解除掉 所以我是认为说 我们中国国民党 在面对选战40多天的时候 其实我们当然一方面要强调 两岸交流对民间的重要性 为什么 这是对所有老百姓都好的 但是你真的要了解说 很多经济的东西 它没法扩一到政治的 两岸关系的本质 就是政治问题 两岸的交流 有的时候你反而会处理的不当的话 也会让两岸的关系会受到一些伤害 2014年太阳化运动 就是最典型的一个例子 所以这些问题 我很难在很短的时间里面 回答您刚刚这么简单一个问题 我可以讲说交流很重要 但是交流是不够的 只有交流是不够的 就像现实主义讲说 民进党现在提到第一个层次 安全 民进党用安全去解决两个问题 他要寻求军力平衡 所以当他军力不平衡的时候 他说我要靠美国更大的帮忙 所以他寻求的是两岸军力的平衡 但是军力的平衡 没想到大陆的GDP 绝对超过台湾的GDP 所以这个东西是非常弱的 国民党本党的讲法 就是两岸的交流 但是交流能够促进和平 但是交流没法解决政治难题 所以真正要解决什么问题 其实我们应该下进 真正沉淀下来 国民党正在在教科书的问题上 让台湾的年轻人认同说 台湾人真的也是中国人 这个是有机会的 因为台湾人中国人是个事实 台湾人不是中国人 只是你的感觉 事实绝对可以超过感觉的 另外来讲 国民党必须有一条和平的大论述 包括我们怎么去诠释一中 一中的内涵到底是什么 中华民国跟中华民国 政府定义是什么不一样 中华民国政府跟中华人民国政府 又是差别在什么地方 我觉得这些问题 真的是需要教育 当然也许选举已经来不及了 这是我们本党这几年来 一直没有去做的事情 所以我简单来讲 我希望国民党在背后 未来的四年 他真的不是只有说法 而没有方法 不是只有主张 而没有论述 因为我们要深刻的了解 民进党的论述是非常清楚的 他的论述就是要亲美 他的论述就是要备战 国民党如果在论述上也是亲美 也是备战 而以美都不敢提的话 这一场的高政治的博弈 其实国民党占不到任何好处 我是中国国民党党员 我当然希望中国国民党 赢得这次选举 我们绝对要下架民进党 因为民进党带给台湾的 其实不是一个 马上会被战争的问题 而国民民党选上以后 他会让两岸的敌对的关系 持续的加深 台湾最可怕的 不是一个面对战争马上来临 战争马上来临大家都好准备 是面对一个敌意 不断加深的两岸关系 请问一下两岸敌对这么深 两岸战争有可能发生 国际投资客会投资到台湾来吗 就不会 所以我觉得辩证的方法 不是和平跟战争的辩论 是一个敌对关系 要不要它持续 还是让两岸的敌对关系 能够减弱走向和平 我觉得这样子的辩证 国民党的方法可能会比较更好一点 对 亚中老师讲的 就是过去其实台湾的困境 当然在马英九执政期间 这个两岸常来常往 这个交流非常非常的密切 但是又如何呢 我就谈到了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重点 就是政治人物心中的恐惧 他不敢讲出来为什么 他不是不知道 他担心没有选票 特别是所谓的中间选民 所谓的年轻人 我问一下委员 这个恐惧有这么深吗 讲出来这个票就会崩吗 年轻人跟中间选民 你没有办法接受真正的事实 法理上的事实吗 说不通吗 我们刚才提到说两岸和平 有人备战 有人避战 对不起 国民党就在内部避战 尽量不要谈那些 可能会调选票的事情 尽量把这些跟民进党 在意识形态很尖锐对立的地方 摆到一边去 否则你们几位会先站起来 第一个他们判断的就是说 现在普遍的民调上展示出来的 跟这个院教授在课堂上 看到的不一样 就是有七成以上 不论自己是中国人台湾人 所以你可以看到 侯友宜讲过他是中国人吗 没有 你柯文哲讲过他是中国人吗 没有 当然你期待赖清德可不可能吗 这个是一个选票上的作战的策略 即使说侯友宜或者是赵扎康 自己觉得自己是中国人 但是他口中也讲是说我是中华民国人 我是台湾人 因为定性上已经被认定说 中国人就是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公民 他等于是相同的 而不是像杨宗兄是讲的 中国这个民族的产生是 远早于什么 中华人民共和国跟中华民国 你如果讲说中华民国是一个 历史悠久的国家 你讲笑话 如果讲中华人民共和国是历史悠久的国家 你讲笑话 可是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 序言开宗名义第一条就是 中国是历史悠久的国家 所以亚洲先生讲对 中华民国 中华人民共和国 只是政权的国号 他不是国家的本体 所以老百姓不会去管理这个 他觉得我们已经跟对方隔绝很久了 因为国民党来之前 台湾本地的本身有严重的 台籍日本兵的思想 国民党来的时候有反共的思想 这两个都是跟大陆产生隔绝的 很重要的一个思潮 长期经营下来 民进党现在利用国民党所带来的 反共的这种恐惧跟思潮 两岸的交流跟互动当然很重要 看能不能化解这个 可是我觉得大陆人已经高度的挫折感了 他觉得怎么都是我来做 我要讨好你 回过来个本质 你说美国讲不标准 台湾人讲的不标准 大陆人讲的不标准 我们看看新加坡怎么讲 新加坡未来接班的黄巡才怎么讲 两岸很危险 台湾要小心 好 前一阵的 即将要下台的总理 退休的总理 李显龙怎么讲 也是这个调调的 还有李显龙爸爸讲过一句话 那个大概已经15年前的事情 我印象还记得非常深刻 他举的是美国南北战争 然后结论是什么 结论说台湾人可能会在 极度痛苦的底下被迫成为中国人 换句话说大陆的立场 我怎么在乎你怎么想 我需要介意你台湾人怎么想吗 日本人当时也介意过台湾人怎么想吗 他当时举的例子 虽然不一定完全符合 但是很经典 他说美国南北战争 根本不是解放黑奴的战争 就是美国的统都战争 你南方跟北方 一开始不是为了黑奴打仗的 是为了关税主权打仗的 这很清楚 南方说我克税 不该你北方管 北方说对不起 关税就归我管 你要脱离 对不起我们打仗 这场战争到了第二年 林肯才说我要解放黑奴 不是一开始是要解放黑奴的 对于南方 民意百分之百要脱离北方独立 北方说我是联邦政府 美国是一体的 南方是美国领土不可分割的一部分 你看名词完全一样 当时南北方的比例 军力的比例多少 2比1 台湾人要垫垫分量 现在大陆跟台湾的 军力的比例多少 你现在唯一的展望就 习近平主席他不断的推动 所谓的两岸和平 你以为下一任的大陆领导人 会这样子吗 你敢保证吗 你以为台湾只有赖清德 大陆没有赖清德吗 我举个比方 大陆现在90%的 往上看的舆论 就是要无力统一台湾 只有10%不赞成 10%叫中国共产党 所以你去反共反得没道理 因为他是最高的鸽派 这是很奇妙的一个现象 为什么会有这种舆论的反走 为什么马英九时代刚好倒过来 马英九时代是90%大陆 我们两岸和平 对不对 只有10%的 主张无统了 在网络上都被骂得臭头 戴欣宇 我以为你的观察太细腻 我觉得台湾民众没有掌握到这一块 台湾民众不太关心外界发生什么事 只关心自己想要什么 可是他忘了一件 自己想要的东西 在外界环境不一定要到 现在整个环境的变化 因为大陆的自信心起来了 它的力量起来了 我为什么老是追着你台湾跑 你有什么价值让我这样整天对你伺候着 这个情绪已经完全转过来了 现在习近平他算是老一代的领导人 他觉得他在十年动乱里面受苦很多 是不是有和平的机会 来解决这个问题 因为两个很重要的原因 刚才这个院教授讲得很对 你国共内战还没结束 这第一个1949年 可是往前推到1945年 你台湾的70%人家庭 当过台籍日本兵本省人 台籍日本兵你是战败的 你是战败你由全力跟我谈主权 这是一个回到一个很残酷的现实 台湾人说我独立很久了 我习惯 我就有这个权利 我公民投票 美国南方要公民投票 独立是100%通过的 他大陆会管理台湾老百姓 100%通过吗 他觉得你当时是战败的 你站在日本那边 你台籍日本兵还打到我中国大陆来 我死了3000万人到4000万人 当时大陆人口只有三亿四亿 10分之一人死光了 我只要回什么 台湾跟澎湖 就是个历史仇恨的终结跟洗刷 台湾人不会想那么远 他想说我已经不归你管 我中华民国政府不归你 两国互不隶属 讲得很大声 大陆就讲好 你讲你的 我讲我的 大家比实力 比实力什么 比武器 你备战 我会备战 好 大家的较劲一场 这个就是你光要讲的 台湾人可能会在 他讲的是预测的 会在极度痛苦底下 重新变成中国人 台湾人要不要走这下路线 还是台湾人自己 有警觉到这个问题 愿意面对问题 而不逃避问题 现在坦白讲 台湾所有的政党都要逃避问题 没有人想解决问题 也没有人敢解决问题 还看看美国什么意思 还看看走林右舍有什么意见 长此下去 我们就会默默的走到什么 战争的边缘 乌克兰就是个教训 乌克兰战争不是2022年开始打的 是2013年开始打的 我们把普丁形容成是一个 很可怕的战争发动者 其实在俄罗斯里面 普丁是最鸽派的 因为就俄罗斯80%的迷你 是还在责怪普丁 为什么不消灭乌克兰 普丁是要想做斯大夫民族的 一个伟大的政治人物 所以打起仗来慢慢吞吞 这个就是政治形势的 影响到军事行动 如果今天大陆真的 一人一票选总统 而不是像共产党的层层选举 有一个人站出来要选总统 比如说薄熙来跑到选总统 你投我一票 我保证武力统一台湾 他会不会当选 保证当选 现在共产党层层选举 他考虑很多 经济发展 人类命运共同体 地球是一家 台湾是一家人 他还可以讲这个道理 等到你是跟台湾一样 一票一票选的时候 90%网络上要武力统一台湾 这种人一定当选 一定是中国的川普 那台湾怎么办 所以台湾人不愿意面对这个处件 又不愿意主动去解决这个问题 然后每一个政策都逃避 然后大家投票的时候 每个人试试看四年 赖青泽长得比较帅 侯友语长得比较丑 然后柯文哲长得比较有趣 我们粉丝现象来投票 这个就是我们面对一个 潜在的风险 新加坡看得到 美国以前也故意不看到 现在连葛拉宇都看到了 我们该怎么办 好吧 简单讲就是说 我们可能没有办法 达到永久的和平 我们先买一张保单 有四年的和平总该做得到 四年的和平要怎么办 就是不能投给赖青泽 你赖青泽当选 担心的不是我们 是葛拉宇 是美国 美国都担心了 我们这张保单要怎么办 先买四年 不要买四十年 也不用买四百年 先买四年吧 好 当然这是大家共同的期待了 你这个先四年 但我觉得好像现在大家很难满足 你知道家里面的财务规划 小孩的这个就学规划 都不止四年 对不对 所以我们今天节目才定为是台湾 这个两岸之间永久的和平 大家不希望说我手上有一笔贤青 我在台湾现在到底要买房子 我会不会买了四年之后 我怎样 我要开始卖卖不掉 有没有这样的一个可能 好 那第三部分我们要谈的 就是个人行动 共同实现和平 我想尤其是如果现在 这个网上有正在收看的 年轻朋友的话 那很多年轻人会想 这大人的事嘛 政治人物的事嘛 离我很远很远 这个观点对还是不对 年轻人可以帮两岸和平 做些什么 我想请问一下这个亚中校长 不过在此之前 我觉得刚刚这个委员 讲到一个很重要的 就是我们不太理解大陆的思考 你觉得呢 刚刚委员讲的是一个大陆 普遍的不是一个政治论书 是一个明星嘛 希望能够统一台湾 不管是透过什么样的方式 这是一个明星象悲 那台湾的民众 台湾的年轻人可以怎么做 和平真的这么遥远吗 每个人可以尽一个 什么样的心力呢 我觉得如果要求年轻人做什么 的确是太过了一点 因为政治其实也是一个专业 就是一般老百姓关系 是财民元酱出茶 一般年轻人是关心 他有没有一个美好的未来 那政治呢 我们现在把民主走成了 好像民主就等于是选举 就是选举 政党呢就是要取得 更多人的支持 才能够当选 所以刚刚 郑元兄讲得非常好 就是往往很多政治人物 在面对关键问题的时候 他采取闪躲的方式 不去回避的方式 我觉得很多政党都告诉老百姓说 我们要选举要赢 赢才是对的 没有赢什么都是假的 可是对我们一般的民众来讲 你赢是你政党赢 可是国家能够赢 国家的未来能够走得更好吗 所以我觉得一个政党 他的确要把国家 未来要走的方向 明确的跟年轻人沟通 让年轻人去了解 我觉得只要你讲得够清楚 像我们刚刚郑元兄 讲得非常清楚 还有我们的县长 讲得也是非常清楚 这些慢慢的观念 他需要慢慢的 让年轻人了解以后 年轻人自然会把票投给你 也就是选举的胜利 并不在选举场上的胜利 而是你的一个红利 就是大家对你这个党 可以代表国家走得更好 大家愿意支持你 所以我是认为说 国政党的角色 就是你应该去引导群众 就我们刚刚讲 台湾的安全重不重要 当然重要 怎么去维护台湾的安全 有的想法就是说 我们要去亲美抱美国的大腿 可是你想想看 美国会把美国的利益摆优先 还是台湾的利益摆优先 我们要不要 我们要不要避战 我们当然要避战 可是民进党所用的方法 我们要备战才能够避战 国民党好像现在也是采取 备战才能够避战这个逻辑 我们为什么不思考说 沟通才能够避战 和平才能够止战 就是国民党要把提出说 我如何能够跟大陆沟通 我如何能够走向和平 这个方法去跟年轻人讲 比如说我们怎么样去沟通 沟通已经牵涉了两个东西 第一个我们刚刚现场讲的 信任 请问北京到底对民进党比较信任 对国民党比较信任 我们有没有办法在这个过程中 取得信任 如果你都认为说台湾人不是中国人 那对方怎么能够信赖着你 你所展现出来的就是说 我只要赢得政权 我现在可以蒙一蒙台湾人民 你怎么能够信任 你要别人信任的方法 还有更重要 你也提出和平的方法 我们怎么样谈 可以让两岸之间谈到一个和平 这些问题都要不只是 要跟对方谈 也要跟我们的民众谈 我们绝对不能只是台湾 和平比较重要 战争会带来危险 我刚刚讲这不叫论述 这叫一个说法 这叫一个主张 和平有和平的方法 所以我觉得不要把年轻人 当成是一个羊 就是说我只要旗子一挥 你年轻人会跟着我走 不要想说一个党变成一个导游了 导游是什么 说拿个旗子 反正只要一挥 我带你到中餐吃中餐 带你到西餐吃西餐 没有这回事 台湾现在的年轻人 都受过高等的教育 所以我认为我刚刚第一个 看了您刚刚的一幕 其实我的感觉 台湾是有未来的 因为他们所认定的观念 对我来讲 只要能够坐下来 谈个五分钟十分钟 他们可以懂的 因为年轻人有一个 最大的一个认同 他需要和平 他需要一个发展的环境 他需要一个昂扬的大海 他不是个小池子 有了和平以后 国际企业才会在台湾来投资 我们才有跟大陆 更好的互动机会 他们才会有未来 我们给年轻人的 就是一个最好的一个环境 这是一个政党能够做的 所以我的看法就是说 年轻人是什么 年轻人会支持一个 为两岸能够创造和平的 但是我刚刚也讲了 每个党都说他会和平 所以变成说 到底亲美备战 能够保持和平 还是我们跟大陆 能够沟通谈判 能够保持和平 大家要辩证这个问题 我们再多的武力 请问一下你都依赖美国 美国已经演出给你看了 乌克兰什么样的例子 台湾要变成乌克兰吗 台湾是不是给美国会出卖掉了 都有可能 美国出卖其他国家的例子 班班可考 所以我的看法就是说 如果今天台湾没有能力 自己也没有能力 或者没有意愿 去处理两岸的政治难题 把两岸的敌对关系 变成和平关系 如果我们没有这个能力的话 我们将来只有两种命运 第一个 被美国备战争 因为美国跟中国大陆是在 还是处于一种对抗的状态下 美国打贸易战 打科技战 美国是杀敌一万 自损八千 可是美国打台湾牌 他当然可以赚得更大的利益在 你怎么能够保证美国在必要的时候 不让两岸制造一场两岸的冲突 不要太乐观 还有一种美中为了改善关系 美国会不会把台湾卖个好价钱 美国常常干这个事情 所以台湾如果自己不能够处理两岸关系 只是采取逃或采取弊 那么最终的结果就两个 一个被战争 一个被出卖 请问这是我们要的吗 而这两个结果 其实在国际上的舆论 国际上的友人 都不断已经在提醒了 所以我认为说 国民党在这个选举中 要充分展现出自己的自信 跟人民的期望 就是我来当选以后 我绝对不是在走马英九的那一种 纸巾不振 纸巾不振 我们要政经要并行 我们除了经济的往来 继续往来以外 我们在政治方面 我们要能够跟北京继续互动 我们要搭一个平台 我们来处理两岸之间的政治难题 这是一个重大的承诺 就像2008年马英九也承诺 我如果选上以后 我必须在两岸的和平上往前走 绝对不是像我们现在来讲 国民党还在走亲美 备战 这个跟民进党没有差别的老路 这是一个极其危险的问题 还有国民党到现在为止 包括九二共识 国民党几个人讲的都不一样 包括我们的朱立伦主席 讲的九二共识 是没有共识的共识 包括我们的侯友宜 党主席选总统的 讲的是中华民国宪法的九二共识 赵沙康的九二共识 是九二共识 一中各表的九二共识 但是我必须要讲 这三种对九二共识的描写方法 他都没有办法处理两岸的政治难题 他只在拖时间而已 我请问一下 国民党是一个九二共识各自表述 各自表述 可是北京的九二共识 可不会跟你各自表述 假如你有这种心态 请问一下两岸能够怎么政治沟通 没有政治沟通 你就没办法解决两岸政治难题 两岸政治难题没有解决 永远被民进党压着打 所以我的看法说 国民党如果不能够把两岸政治难题解决 你的所有两岸关系的优势就变成劣势 就像2014年的太阳花移动 一夜之间就改变 这是国民党的责任 我请国民党了解 选举是一时的 中华民国两岸关系的和平才是长久的 就像我常常讲 我们当个家长 小孩子的考试及格固然重要 可是小孩子的身体健康 品性好 有一颗上进的心 这可能是更为重要 不要天天都为了考试 可以决定所有的一切 选举 国民党只有把心中放开 我所有的政策 我所有现在讲的话 都是为了老百姓 真的你刚刚讲追求永久的和平 而不只是赢得2020 只有有这种的情怀 跟胸怀 跟方法 你才能够感动这些真正关心 他们自己未来的年轻人 当年轻人能够被感动以后 票自然投给你国民党 年轻人没那么好骗 没那么好骗 真的 但当然眼前最急迫的还是要赢了 这个委员你怎么看 我最后一点点时间 我们还是回到这个现实 我说我们今天做的是个知识打底的工作 这个工作呢 我想现在的媒体没有人在做 我们中间持续在进行 那当今的时间 其实说常不常说短不短 还有很多的议题可以聊 但是我们先回到此刻的选举 所以委员你来看 在两岸上 大家都觉得说这次的选举 就是选择一个 两岸的比重会非常重 就是一个战争跟和平的选择 最后这个议题会怎么样发酵 我们台湾人民是不是先该帮自己打一个预防针 因为大家都会理解到接下来民进党在这样的一个 近的一个比例当中 你觉得会使出哪些傲步 会有哪些模糊的一些论述 我们必须要有一些清楚的思辨 我们比较一下 2022世纪将到的选举 跟2022的地方选举 两个主题完全不一样 在2022因为有佩洛西的问题 有围堕演习的问题 所以在那个时候谈战争与和平的议题 认为这个议题很重要的超过三层 你如果谈其他议题都不到两层多 现在今年刚好颠倒过来 民进党丢了议题叫做民主与专制 他竟然在民调里面超过三层 然后谈和平与战争议题 竟然只有两层 这个表示什么 支持国民党谈和平与战争议题 只有两层 支持民进党谈 这个民主与专制议题有三层 也就是说今年的环境 跟上一次选举的环境是不一样的 国民党也好 或者其他的主张和平 与战争议题是很重要的 如何去推进这个问题 本身就有很大很大的挑战 也能呈现出来的 剩下40几天 他的名利结果就是这个样子的 我是觉得美国人 提了一个很好的牌 你现在就要倒过来打 就是说要求赖清德 去回答美国人的问题 不是回答国民党的问题 美国问题很简单 民进党你要不要冻结台独党纲 可是现在看起来 国民党接这个球也没有接得很好 我第一次看到的是国民党候选人 两个人讲话 讲这个议题都弹歪掉了 没有给民进党形成很大的压力 台湾毕竟无论如何 就是一个清美的社会 就是1950年来就是如此的 这么一个清美的社会 你要运用美国的语言 来跟他谈这种意识形态的问题 而不是用国民党传统的说法 因为年轻那一代会觉得 all fashion 他无法接受 所以选民的风向 如果以葛拉宇作为一个起点 是国民党很好的契机 只是我看到这两天 国民党接得实在是 不搭不漆的 让我很头痛 如果是你你会怎么说 所以我是觉得要勇敢一点 就直接了当 号召全民 要求民进党 现在就冻结台鲁党康 这是一个很重要的起点 你不要讲太多大道理 因为台湾有个倾向 尤其是年轻人 我不客气讲 美国人讲的就是对的 尤其是这么 跟民进党走得这么近的葛拉 也都这么讲 之前是我们看到是 大陆给参议院出了一张考题 参议院没有答完 大陆到此刻为止 还在期待那张 没有做完的考题 他们自己打脸 那现在是美国人给赖清德 出了一张考卷 而且这个考验很具体 不像大陆的考卷模模糊糊 深论题 这个就是冻结台语党康 是非题 yes or no 民进党会逃避 说我们台湾前途决议院 台湾前途决议院是诞书 不是冻结 这两个不一样 所以国民党要把 美国人的考题直接塞到什么 赖清德 蔡英文跟肖美群的前面去 要求你签字 好 今天谢谢四位大师 我必须这样讲 现在是一个资讯爆炸的时代 那我做了大概三十多年的 这个新闻工作 我必须要承认 新闻工作大部分的讯息 都是潜叠的 那今天呢 我们看到各式各样的政治论述呢 这个非常的混乱 那每个人有自己不同的信仰 有自己不同的偏好 那这点呢 中间新闻当然都尊重 但是还是必须要回到事实面 所以我们这一期的节目呢 做的就是一个事实 摊开来 诚实告诉大家 假设可能是你在其他节目中 没有看到过的 当然今天时间还是相对有限啦 所以我们这个节目呢 会在选前持续下去 也请大家呢 持续关注 我们下周六同一个时间再见 也再次谢谢现场的所有来宾 谢谢线上的所有朋友们